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有兩宗關於疫情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德國的衛生部門 竟然公開宣稱 要考慮使用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武肺疫苗 當然很多人一看到這宗消息就打了個凸 你不是吧?用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疫苗? 當然現在就叫做十劃都未有一撇 還是考慮當中 而且還要疫苗獲得歐盟批准才可以用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根據大陸官方新華社的報導所說 公安機關堵破了一個假冒武肺疫苗的團火 一共拘捕了八十多人 並且搜出了三千多支假冒武肺疫苗 大陸果然無其不有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看看德國衛生部長史巴欣的驚人言論 他說如果一支疫苗 是被認為安全而且有效的話 無論那支疫苗是哪一個國家製造都好 他都肯定可以帶來幫助 如果來自中國和俄羅斯製造的疫苗 是獲得歐盟批准的話 德國都應該是使用的 他說這番說話的時機 其實就是在跟廠商下的疫苗製造商 開一次緊急峰會之前所說 當然有人認為 其實這個史巴欣部長 他就不是真的想用來自中俄的疫苗 只是在說一些說話給那些疫苗廠商聽 無非是想向廠商施壓 告訴別人 我們還有一個後著的就是用中俄的疫苗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就叫做拋浪頭 人家都知道你根本上是不會用的 就算開放走去用的時候 國內的反應是會怎樣呢 會不會有很多人贊同呢 會不會有很多人懷疑呢 我看怕後者居多了 根據德國媒體的報導所說 德國十六個邦的政府和醫療界 對於德國聯邦政府的批評越來越猛烈 因為聯邦政府在取得疫苗庫存上的行動實在是太慢 並且不夠堅定 而聯邦政府也沒有施加更多的壓力 要求歐盟 採取更多行動 其實在上個星期 歐洲就已經爆發出一場 非常之醜陋的疫苗大戰 歐盟方面竟然間就公開地要求 疫苗廠商阿斯利康 要從英國的工廠 提供更多的疫苗 給歐盟方面 但其實這個要求 就不是說很合理的 在去年5月 英國就已經和疫苗廠商阿斯利康簽署了合約 就說我們要買你的武肺疫苗 但當時這個產品仍然是未存在 還是研發當中 在三個月之後 即是去年8月 歐盟才和阿斯利康簽署 這份合約 招計 你遲過別人簽署這份合約 當然在供貨問題上 你也會遲過別人 這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原來歐盟方面說不行 因為 你在協議當中 表明了 你要盡最大的努力 滿足約定了的供貨數量 但是這份合約 其實就沒有寫明保障你一定要有的 這個就已經是很大的區別 而且英國在去年 就已經批准了使用 這隻阿斯利康疫苗 也是開始了 接種的程序 但是歐盟 是要在三天之前 才批准這隻疫苗 你簽約又遲過人 批准又遲過人 自然獲得的課源 也是會慢過人 這是很順理成章的事 當然現在歐盟在這裡叫做發難窄 無非就是回應他們 國內民眾的訴求 很多人要求他們快點做事 他們就做一些這樣的事 但其實就沒有什麼道理 我們又可以看看 現在全球的武肺疫苗接種的數據 這個也很值得去參考 原來 去到2月1日為止 以色列的接種率非常之厲害 已經超過一半了 就是57.6% 就是領先全球的 排第2的就是阿聯酋 有3乘4 英國就排第3的 是1乘4 其實英國的接種數字 也是很快速的 在這個月頭3日的時候 全國的接種率只有2% 現在去到14.4% 就是一個月時間 就已經是增長了12.5% 按照這樣的比例推算出去 其實去到7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超過七成半的英國人 接種了這個武肺疫苗 這個當然對於重啟經濟方面 是打下了一支強心針 所以接下來 準備要申請5加1簽證的人 其實就不需要再過份擔憂的疫情 因為 大家在2月23日 去手機APP市 申請這個簽證的時候 還要12個星期的時間 大約 就是批給的簽證 批給到你的時候 已經是5月20幾號 按照現在一個月 有12.5%的接種率 到了5月 都已經有超過一半的英國人 接種了武肺 相信到時英國的疫情 就是會減緩了很多 有望經濟是重啟 這件事是好事 還有就是 現在就有雙重疊加因素 導致英國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跌了很多 一來就是關於接種疫苗的方面 尤其是現在針對年長人士的接種 第二就是因為現在英國處於所謂的封城狀態 所以雙重疊加的情況下 就導致疫情有效控制 希望英國就快點搞定這件事 尤其是去到夏天的時候 當這個溫度再上升 去到夏天的時候 武肺就沒有那麼活躍 反而在冬天又再爆 所以 希望英國就盡快可以搞定這件事 我們再看下去 巴林就排第四位 10% 美國就9.6% 但是一般的歐洲國家都是低過5% 德國就只有3% 德國在月初的時候 3號的時候 只有0.34% 你去到現在才是3% 其實就是一個很緩慢的數字 難怪德國國內會有那麼多的聲音 搞到那個 衛生部長還要用中國 用俄羅斯的疫苗 我相信這一個他是炮狼頭 我想他到最後都不會用 歐盟也都未必批 接下來我們就轉看看 大陸方面的消息 大陸新華社報導 公安部門 就著假疫苗罪案 採取了專項行動 在北京 江蘇和山東等地 賭破了 製造假武肺疫苗的屯火 一共拘捕了80多人 並且搜出了3000多支的假武肺疫苗 案情就指出 自從去年9月以來 這個假疫苗屯火 為了謀取暴利 竟然就將生理鹽水 當成是武肺疫苗 並且層層加價來銷售 目前 這些假武肺疫苗 已經流向了多個省份 公安部門就說 製造假武肺疫苗 犯罪性質惡劣 危害嚴重 提醒民眾應該通過正式的 途徑來接種疫苗 以免是上當受騙 一旦發現到非法買賣 和製造假疫苗等問題 無必要向公安機關來舉報 但是 一般民眾怎樣來分 疫苗是真還是假 其實他也只是迷迷糊糊 只是照樣打 就算你說去一些正規的途徑去接種疫苗 其實他也不知道 醫院跟他說這件事是真 他就當是真的 他沒有理由拿著疫苗來盲摸摸 來檢視一下 所以這個把關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由執法部門來做的 幸好這次都是做生理鹽水去假武 也不死得人 當然這些就一定是要蓋他當的 這些是離譜的 然後我們又說 我在網上看到羅傑誠一篇文章 我覺得他寫得挺有意思的 我就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說 我們就要面對現實 學習和武肺病毒共存 他就說 在這個目前的環境下 病毒可能繼續每天都令到香港有雙位數字確診 一直都不知道去到多少年 香港是不是要繼續無限期實施限聚令 不容許很多行業營業 甚至限制餐飲業的營業時間 停止了所有的活動 那麼是不是我們要坐以待斃呢 繼續斬腳趾避沙寵呢 他就說斬腳趾避沙寵絕對就不是控制疫情的最好辦法來的 可不可以考慮跟這個病毒共存呢 市民是否可以取得生活上的平衡呢 各行各業是否可以取其道而生存呢 他就建議 政府就應該加強從不同的渠道宣傳 怎樣防止感染 全民就應該要自律懂得衛生 相信就算病毒繼續存在 感染的機會都不算很高 當然這就不是百分百保證 但是總比現在的措施是好得多 市民就可以繼續正常生活 工作 社交 社會也都不需要停頓 其實我覺得他講這個 建議就很好的 老實說你想怎樣 特區政府經常說要封區封樓封街 一會兒又這樣又那樣 很多行業基本上停頓了很久 那些從業員是很慘的 沒有上班的時候他是沒有薪薪的 他一直停薪留職 你想他搞多久 好像那些食店那樣 你不要以為做老闆那些一定發達 基本上做食店的老闆就算正常時候他都辛苦了 一年365天就沒有休息 除了過年那兩三天 有些都不是的 過年他都照開的 基本上全年無休 好了 現在你整個這樣的疫情出來的時候 那些老闆又慘 那些伙計又慘 那你特區政府的高官在想什麼 你當然不知道 我都說了你特區政府的高官有很多都是政務官出身的 在學堂一出來 在大學一出來 打第一份工 就已經是入了當年的港英政府 你都沒有做過生意的經驗 也都一早脫離了基層生活 可以說是離地 所以不要經常在冷氣房想一些政策出來 嘗試去接觸多些基層的市民 接觸多些中小企的老闆 對於決策上是會有幫助的 不要經常躲在冷氣房裡面 真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